字幕作者 李宗盛 竟然打開後 齊靜孫做到一半的木材來爭起 在哪兒開始操作 利用車廠的方式 創作效益他自己的作品 今年六十二歲的齊靜孫 國中畢業 各做駕駛的工廠來駕造 不過十多年以前 三月五月的時尊 他專做基礎的受眾 後來把這些經驗來發揮 利用在他的創作上頭 哪是放水又是用 整個車廠出來 整個車廠出來 連輪都會一樣 可以看水可以使用 因為別人做的時候 都可以看水而已 可以噴香而已 他不想使用 可能我們自己要用的 阿里就像 可以抵牙籤或抵什麼東西 為求漂泥沒有創作 市井順都是自己來 不管大型的家具 還是高水的地具 都很有個人的方式 一做好 很快讓人家來買去 一開始做得很好啊 開始做的時候 就是 差不多十年期間 都沒有人買 就是用送的方式 用送的方式 每一個人來 都用送送的一間 他拿回去 拿回去 別人看到 他就是 找到的 找到的這些倒伏木啊 他都可以依照 他這種木材的材質和紋路 做一些創作 這些創作呢 不是放在櫃子裡面欣賞 多數都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最欣賞的就是 他的眼光和手藝 雖然剛開始做 大家不認識他的作品 不過齊靜孫用心跟鎖靈 今天就讓大家知道 他的作品受到人欣賞歡迎 現在您先採訪報導 我心中 我心中